OK 这个突然间为什么有这些一块很大的一个石头的枪嘛 对不对 它看起来是一个石头枪 那这个刚好是我想强调的 其实是我的个人的一些 我小时候我比较 我的家庭环节是非常贫穷的 非常有困难的一个家庭 而且是我是妈妈身边长大的 所以我们的家庭的环节真的很穷 再加上我也从来没有那个踏入学门的 我没有说过那个国家的一些 你们连游植什么游植宴都就是开始受教育吗 就是五岁的时候 也就是度过好几十个那个什么绘本啊什么的 我们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是九十九岁的时候 我开始就是我学藏文 这也是妈妈的希望 就是我就是可以能够读经文 可以当喇嘛 很单纯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时候我还是住了一些 我的叔叔啊 就是一些人盖的那个 一些盖撒网故事啊之类的意外 一些极乐器人文啊什么之类的意外 没有真正的一个儿童的一个故事啊 什么儿童教育现在一些国际上的一个标准的课程 什么都没有 那我还是靠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去其他的一些卖那些大张金啊什么一些有钱人的 然后他们就是看到一些那个是以前是那个一拼一拼的那个一一一的嘛 然后有些多的啊这些的他们是禁书什么 他们也不能拦掉 那放在这些那个窗户那像也是藏户的那个里面 这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满了枪 一颗一颗的就是垫起来的 然后就是你一颗都上面有一些经文 尤其是西藏的欧玛的白妙红 观世音菩萨的六德大民主 那这个颗上去然后就是这样放 然后就是就是大家都就是就是绕 那这是西藏的一个也是虔诚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里面有这个上面放的我自己拿出来 然后看虽然它当然没有 就是一卷里面的只有两三个 然后就是就是这样的 可是还是它有它的一些怎么说就是一个内容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很有帮助的 虽然是那个时候都完全就是当的 但是还是有一个感觉 但是可能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喜欢看这些东西 所以呢我也希望现在的我们的那个天使 看不见的藏文办跟中文办 能够就是帮助西藏人台湾的小朋友 虽然台湾的小朋友不缺了 课本不缺了 但是还是透过这个可以就是能够了解 一个自然的天地之间的一个兄弟的小朋友的那个 那个比较的环境也是一个值得的 这个是莲花生大事 因为这个我稍微介绍的是 那个你们读故事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小扎西看见那个天使 那个南奔拉姆的地点 就是莲花生大事的一个山洞 当然这是我自己安排的 所以就是这个是不是正式的历史 这个不管 但是呢西藏的到处地区都有莲花生大事的山洞 莲花生大事手臂关过的 被驾车过的这样的那个山洞非常多 而西藏人非常特别的崇尚 特别的崇拜这个这些的神帝 我们西藏人又说吧 以前是这个那个 第一房被高神加持的 现在是修者被神帝加持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 莲花生大事人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的一个地方修 那个闭关修行一年的修行 跟真正的一个神帝里面 七天的修行的供的事 还是神帝比较特别的 这是西藏人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就是西藏人很强调 那个莲花生大事的山洞 所以呢这些都是莲花生大事的山 所以莲花生大事是原来是一个印度人 真的属于巴基斯坦那边的一个人 他是巴基斯坦以前是打印度嘛 他是一个密宗的一个成就者 那后来呢突破王国的那个国王 就是邀请到那个西藏 那西藏的一个密称密发的创办人 创世者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莲花生大事也是我们相信的 他是那个什么佛陀的转世 跟佛陀无尔无碑的一个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来 那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出现的山洞 那我故事里面也有一些山洞的那个 前面有很多那个 风马器那个龙达还有像哈达 为什么这里有哈达 因为我们就是知道其实这些山洞是哪里 还有唐嘎 那个是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修行成就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就是一个就是 专门去好就是几个月的 花几个月的时间或者什么的 就是每个人都去看这些的生地 然后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的故事里面也有提出那个山洞 跟莲花生大事 所以呢我就提供一些资讯 这个就我个人的一个 怎么说 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是我为什么这里结束这些呢 因为这里就看到几个人 就是很辛苦的样子 还有这些有一些特别的一个人 就有些人在这边就不知道做什么动作 对不对 我再看一看 OK 好 那这也是一样的 其实刚刚的那个人 还有这里的人都是我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我派的 那个时候我在后面派 那我们这是我们从西藏 偷渡的去引渡的路上的 这是2005年的年底的 可能是12月初 或者11月底的时候的 那这个跟古事里面的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些是没有的 但是呢 这个是 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握着这么大的卫星 然后要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呢 但道理是很简单 我们那边没有自由 我们的谨慎联修 我们的心目当中 日日夜夜就是想念的一个政治在过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政治 那刚刚那个哪支枪的是什么呢 这是中共的官方 如果他们被发现 随时随时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我们现在要握着什么呢 神明的危险 你看 这就是我的一个演示上的 我自己本人 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 当然不能穿这样的一个 就是整设的衣服了 所以就是还是当一个 就是这样的 那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这一些 整设的一些故事 如果他们看到 那个这是遇到那个他们的 他们如果他们是被放了 那他们看到的话呢 万一看到 那就是结果就是 就要不然就是要回 要不然就是偷 偷的话就是会开枪 就是这样的危险 我们选择是选那个动听的 冬天的话就是 山上都是雪满满的 所以就是也有 自然的危险是更大 但是那个山上的 怎么说那个 那个部队 那个军队比较少 因为他们是下山的 他们觉得冬天没有问题 不会有人 还是有趣什么的 可是西藏人的 西藏人很奇怪 西藏人我觉得 一个人也其实看起来 很就是比较不怕 就是不太会怕的那些 这个有点像一些动物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 那这个是 这是我们 因为西藏人 我们为什么中间有一个 有一条线对不对 绳子 就是一个绳子 因为很多有那些 中间有一大的那个 够 够对 那个我们看不到烟血 然后就是吊进去的话 那就是也没办法出来 所以这样也曾经有发生过 我们也听说过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到那个 就是对 连队 没有 我们自己其实有九个人 原来其实没有九个人了 后来有些人说 好 我也跟你一起去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我说好啊 其实我是变成了一个连队 实际上没有连队 但是呢 我们其实用这样的话 至少就是 还是一个我们的方式了 我们的 就是这样的 欲望的一个方式 那这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的话 一个重要的一个照片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邀教跟卓教 什么国家 就是两个国家的 布团跟那个西藏的 不同的两个国家 这是布团跟西藏的重要 主要就是 我就是要跨越这种地方 那这个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西藏 是不是这样的 我说我就是已经不在西藏 所以很开心 这样做也不是 那是什么呢 因为一个 从一个不自由的地方 然后就是到了一个 自由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有高的 象征托制一些 一些自由方面的一个 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真正的 打工高层 我这次有件能这样写了 好像这个 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到印度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 先直接去那个菩提迦业 然后菩提迦业是佛陀 那个成佛的地方 那全那个世界的佛教徒 都非常重彻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那边就是 我们就是做那个 然后这边是我就 那就是有机会就是 就是有机会就是 亲见那个 中者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我故事上的那个 故事上的那个 天舍 或者那个 南互塔门 也是天上的仙女 那我们西藏人的那些牡当中 人的南非拉摩 大概是这样 他就是雷杜摩 我们西藏人的 刚好前天夜 我们有办一个雷杜摩的跨年的发挥 对 我们就是这样 雷杜摩本来是渡难渡苦 它是救难救苦的这样的一个 它是救难救苦的一个本宗 那它是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也是 因为它有三个眼睛 三个眼睛 玛雅文化文明的一些人类的 好像支持那个玛雅文明的 那个世界默认没有很重 但是它也是一个解释的问题 实际上玛雅文明一开始的 那个人类的和毕竟重现的一个人类的 某一个阶段是有三只眼睛的 这个跟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 牛奶上的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有一个解释是 就是智慧的眼睛 代表是它的无辱的智慧 另外一个代表是三圣 法圣 道圣 四圣 就是一个佛教的特别的一个法圣 那法圣是什么呢 法圣是一个我们书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 四不一苦 苦不一四 之类的一个空性的一个了解的 正正的一些一切万物 一切万法的正面目的一个存在 就是法圣 这个法圣了解的一个先想就是报圣跟世圣 所以这个东西有非常特别的一些解释 那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本 它不是一个人间的一个护法 什么天皇八佛 都不是 实际上它是佛 那种动物是佛的 OK 已经到了这里了 是不是 那我们就是这件事 我们要去跟瑟士要离开 OK 那我就大概就是还有要一段时间要讲 那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讨论 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问 就是剩下的时间 那但是我还有 那其实这个 更那个我的故事的那个街区 街区 街区 街区还是去 街区 在截取有关系的 所以呢 其实这是一个西藏那边的一个 在一个年轻的一个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年轻的法士 大士 他最近有些那个库才人生这本书 好像那个七厅 四厅 四厅之内 就是有二十万本 就是有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些 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非常大卖的 所以就是它是很不错的 可是重点是 我不是要宣称它的那个树 但是我看它的树的时候呢 发行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顺 就是那个父母跟我们对父母怎么看来 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些树 就是那个说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对你们那时候的话不是新的 但是我是刚刚完成这个故事之后才发现的 所以刚刚好我的故事 那个故事藏文班的那个结束的那个安排 跟结局的安排 那这里所讲的是非常就是有 怎么说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也觉得 就是有点就是我自己的那个 就是故事的安排 对的有一个成功的感觉 我们再看一下一下 嗯 那这就是它的 这个故事是以前的一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叫做那个乌季瓦大师的那个相关的故事 跟那个另外一个什么叫做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关系 就是那个故事 因为我想要讲一个故事 那个小扎西们有天堂的时候 他一看到看到那个南归拉摩 然后就是后来南归拉摩说 其实天妈妈的爸爸 他们说天妈妈的话的一个小孩子们 特别就是佛陀也特别疼他们 特别的疼 所以呢 他们有安排很多的那些天使 配就是那些小朋友们 就是在那个小朋友里面的身边 还有他说 那个扎西一笑扎西一笑 我很想你 你终于你发现了 你为什么知道想得到 就是就是这么说 所以就没有发现了 他说 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那个南归拉摩说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就完全在你的身边 只是你自己看得到 或者没有发现 或者没有注意 或者没有就是人出来而已 那然后接下来 他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什么呢 你的妈妈是真正的那个天使 你那个心目当中 受那个渴望的 说那个崇尚的那个南归拉摩 就是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就是佛陀所安排的一个天使 为什么安排呢 因为你 这是一个过例嘛 因为你很听那个妈妈的话 所以呢 妈妈就是天使 然后他 然后就是那个 他就是有点醒过来的感觉嘛 那个时候他就在看的时候呢 所有的玩物 所有的物质 所有的森林 所有的石头 所有的那个水泡等等 那个什么海浪 都有一些他的自然的身影 自然的一个 那个一个 就是一个 他的一个画面嘛 对不对 他的感觉里 在他的眼里 这些都是他刚刚看到的那个 南归拉摩的那个 那个天使的那个画面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他变成非常孝顺的一个小孩子 再加上他变成非常重视 或者珍惜大自然的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现在 热爱的画面更重要的 以前人都 没有对那个大自然的破坏 没有很大 而且也是自然很珍惜的 有很多信仰啊 什么的看法 像现在泰文的原住民 他们对那个 那个 什么那些 我也看到那个 塞德科巴拉的那个 下一集 对 没有全部看那个 下一集 我看过 所以他也 就是这样的 那个以前的人 都有这样的 珍惜大自然的一个 好的一个信仰 跟习惯 可是现在逐渐逐渐没有了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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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就是我的安排当中也是 他就是要 看任何东西都 他的感觉变成一个 都是好像他自己的那个 说法性的那个 南科拉摩一样的 他是非常生动的 有画面的 就是活生生的南科拉摩 所以他 后来也不会懒 懂什么东西啊 螺丝啊 不会懒发那些 那个草木啊 什么的大 所以呢 他变成这样的 一个小孩子 更何况是 他到妈妈身边的时候呢 他发现 原来是 我的妈妈是天使 佛陀所安排的 那所以呢 就是 这里就是 我讲的也是 因为佛经里面也有啊 但是佛经里面讲的就是 我今天不说了 那这里说那个 安慧人娘夫呢 他听说 四川有一个叫 吴吉大士 导航很高 他的修行非常好 所以呢 未来要就是那个 亲近那个明社 那明就是 可能是那个 正明啊 那个 正无的意思吧 然后呢 特别 就是他就是 离开了家乡 上庆 就是阿爸妈妈 然后呢 就是放社 那个求道 那明前 老和尚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 吴吉大士的时候呢 那个 老和尚问他 啊 你到 他是那个安慧人 那道士忠的时候 啊 你道士忠做什么 然后他说 啊 我要学佛法了 和尚说 嗯 可是 可是 学佛法很好 可是 不如肯佛 看到佛陀 为什么 意思是说 如果你看到佛的话 更好 对于什么 那他说 对啊 对啊 我也很想见佛法 但是 不知道佛在哪里 所以我只知道 明基大士 你很厉害 你是严谨吃命的 所以我 这是找你的 佛都是更难找嘛 他自己这样 然后就是 请问这是我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佛在哪里呢 那他说 这个都是 我就是一些 往这上面 就是 我自己找的 嗯 嗯 原来发现这个故事之后 就是 找一些相关的东西啊 这个就是 他这个回来 是那个 那个 是否 老和尚解释说 快回去吧 这要看到 非常披着大悲 然后脚上 道唇 道唇 嘈蟹的 那就是佛 你觉得 这是一个语言吗 那他说 没有手 也没有头 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 然后呢 杨佛呢 就是身心卑异啊 他非常相信大师 所以呢 一路上就是他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就 赶路的 就是回家 他就是要经过这样的 山水的那些 就 然后呢 到家的时候呢 那他就是 啪 然后 啊 妈妈 我就是回来了 然后呢 妈妈就听到儿子回来 又一直楼上画了好几个月 然后慢慢很担心 所以呢 这次他就是非常开心的 他从那个床上 就是 那个 他可能在睡觉了 然后就跑去了 然后就是 都来被欺了 穿那个衣服 然后呢 只把那个名 那个被就是 披在那个奸币上 奸帮上 然后就是那个 到 那个 脱了 写字 就是传错了 就是导寸的 就是传错 右脚跟左脚的那个 写字都就是换 换掉了 所以就是这样换寸 那个导 哦 对 就是那个 就是这样的 匆匆忙忙的开门 那应接了就是 帆乡的孩子的时候呢 让父看见了 原来那个法师所说的 一模一样的一个画面 所以呢 就是 他 端然 端然 那个 篇宗里面 很多时候会出现 端然 这个字 那西藏的大圆门的一些 教书里面也有 端然 这个字 端然 就是立刻 当下 就是这样的 就是端 端 你可以这样なる 端然 就断掉所有的烦路 就是解 这个其实很特别的一个 感受的画面 那端然觉悟 佛母才是佛啊 那充实一行呢 你看会没有惑面的一个 tours 那就是尽力一切 是孝孙 双亲 那就是这里的 可是实际上他就是那个 后来他就是 就是证悟了 所以就是他活到那个 杨福 他活到那个八十几岁 然后就是他那个 那个什么 元祭的时候呢 元祭的时候呢 他连着那个 金刚镜那边的那个四局 然后就是四局那个吉松 然后就是一阵吉松 然后就是一个很安静的 安静的就是 就是一个 会归到一个 大泪盘的一个境界的 有点像自己 去汇取自己的家里一样的 没有任何痛苦 没有一个烦恼的一个掌握下 他就这样的离开了 那就是他的修行 在爸爸妈妈前面 他以后呢 就是他一直 爸爸妈妈 他爸妈妈当作后福 活福是什么呢 活食是什么 福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 他整设的故事 那从这个上面 我们一定要 因为现在的就是 台湾还好 台湾有人情味的 可是西方人的话 是一个从无呢 从无比家人重设的 在一个城市里面 过一期的时候 或者连去 就是很多年都互相不认识 互相出了电梯里面 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这个也没有 所以就是非常的冷漠 人际关系啊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非常非常的淡 这个都不是好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起来 以前没有 现在有飞机 有什么高铁 有火车 什么都有 还有文明的发生 跟他认识 科学 基础 什么都厉害 可是佛教里面 说释迦牟尼佛说 现在是魔法时代 终生中烦恼主 什么主 就是混主的主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其实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对的 因为我们认得生活的 真正的意义 我们的真正的快乐 并不在于万民的 在利民 那我们的利民的感受 有没有很快 串牟尼佛 经济技术 科学的发展 最好的是日本 日本的自杀率 串牟尼佛最高 Mess这样的境况非常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复兴地要放会 原来的一些 内在的 健身上的一个价值 我们要重新 要思考它的价值 要重新 要寻找它的价值 所以呢 孝顺 爸爸妈妈 爱爸爸 爱妈妈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你不懂 我很严肃的一些讲识 而且我的讲识 我的狗语也是西藏狗语 没有关系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古诗 也是这样的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今天的记彰的 达西 他们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我刚刚自己很觉得很了不起 很骄傲地说 我是跨过七 应该是六七七千里高的 那个喜马拉雅山的那个高山 然后到了印度 见到达里兰吗 你们觉得我以为是我很了不起吗 其实没有 他们比我了不起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年纪最大的有六十三岁 最小的有十四岁 但是他们尤其是更小的一个年纪 然后就是到印度之后的他们的年纪 也是就是这样的 那他们是达兰萨兰那边的专门 不是那边的那个1959年 以前的那个藏人的小朋友 不是 他们是最近前期年 就是睡到二十年之内了 就是从西藏过来的小孩子们的 专门的学校 你看他们在这边的过这样的生活 那就是我也希望我的书将来在意 就是现在有一些藏人办 就是这个运送的 那就是就是运 那个送到那个印度的学校 藏人的学校 再加上我如果 如果有一些那个 今天的能力啊 又有一些机会的话 我再可以重新印度跟 大陆那边要重新就是印 那印度来的就是可以 叫给西藏的朋友 那他们很需要这些古词 这是刚刚到那个 达兰萨兰的一些 就是那个 从西藏过来的 那这个是已经可能是一两年 然后就是他已经进入那个学校 达兰萨兰的那个达兰萨兰的秘密 那个达兰萨兰可能达兰萨的秘密 阿玛寄称达兰了他的那个家里的那个学校 达兰萨的秘密 这个还有我们刚刚看一下 这个其实好像这个里面有那个 达兰好像是我 应该是 因为这个时候也有一些 我们有时候 我们也会去那个学校里面 然后跟他们一些说故事 演讲什么的都有 我也去过一次 好 那这个是他们唱那个 《徒步》的果歌 在那个一个 布达兰的那个 腾嘎的那个前面 到上 唱那个《徒步》果歌的一个 他们学院里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是西藏的 因为这个有一个歌手啊 它很不错的 很受欢迎的一个 其他年轻的歌手 可是 它除了它是个歌手 因为它有非常善良的一个性 尤其是它对小朋友的教育 非常重视 它就是它 它自己就是 那个不是两个照片啊 这个有一个那个 你知道 这个就是小朋友 它自己去教小朋友一些 基本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它有一些专门一些 它的做一些 它用它自己的一些精神 付出一些 做基本的那个教育啊什么的 然后这是下面 那这个是 属于四言 其中四言都有 四里的学学 可是四里的学学 就是他们觉得 那这些培养出来的 还是喜欢达里喇嘛的 也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他们非常怕 非常非常的面干的说 所以通通会 但是还是有 稍微有 那这个是一个西藏的四言 那这个是 属于四言的小学校 可是最近西藏也有个现象 西藏人不太就是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看巴安多那边的很多人 自己的孩子很 就是有时候父母不送那个学校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很残忍的 不忠实教育的 不好的 父母的错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最近发现 不是这样的原来 因为有些那个 这个书与寺廟的仁波齐看伯 他们就是 检出来的那个 寺里的学校里面 拜托拜托 我的孩子也可不可以说 我的孩子也可不可以说 甚至非常勇气的 就是 就是自己的孩子 送到他们的那个学校里 原来发现他们的思想 想法不是不忠实教育的 而且是他们不愿意 就是用那个国家的喊话 我们今天的这个日报 今天的这个日报上面 也有一些 安多的一些 去年的那个 安多的一些 很多学员 那个福安康 那个中工的 那个汉化的 那个汉朱化 意思是就是 不叫那个藏语 也没有什么 叫汉化 那就是汉化的教育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现象 所以就是不愿意送 所以呢 对这些来说的话 四里的 要寺庙的 又传统的 又一些宗教育 也文化的味道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最近也专门写 这个有那些 生化性的 宗教性的 文明性的 那这个就是 其实是 其实小朋友 想要成长的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不对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印象是 就是一身都忘不了的 也不特别的一些 不像我们大人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的 社科是一个关心的 一个教育的社科嘛 所以就这样 哦 那这个就是 一个独自的来信吧 但是我今天 没有准备没有关系 那就是我们第一次的 那个新宿发表会的 那个 呃 宣唱 呃 也有很多人来支持 听我的故事 他还是要谢谢他们 那就是 也有一个 他的独自的来信 但是我今天没有 啊 准备没有关系 他是 嗯 嗯 前期一段时间 就是一个 呃 就是世界 他就是要那个 天使看不见 然后叫那个 然后就是他也有那个 挂一个 绿度母的偏卡 然后小朋友 就是都听他的 那个故事 然后他 小朋友都 在那个 天使 那个 绿度母偏卡前面 啊 我以后要卖好的 一个车子 他说我要什么 然后他们一个人都发一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序言 对 序言 那个故事都要写 但是很感动的 但是我们今天没办法看 那如果 你们就是想看的话 我可以放在那个 我的FB上面 你们加入FB就好了 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真正的那个 就是 呃 简报上的那个东西 差不多是这样的 那个 这个也是什么 是我们 学校的 一个学籍结束的 呃 课外活动的时候 我去 一个叫 什么 掌画 还是掌 啊 就是一个 原住民地 过路 对 苗栗那边的一个 村庄里面 啊 那那个时候 拍的 那这个代表着 这个我们要走的路是更远 呃 无论如何 就是为了自己的就是追求自己的梦想 完全不能拼着脚步 呃 那永远的我们这样就是要做下去 啊 这是其实我是一个像现在台湾我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具流的身份 全台湾的国际学生都有记录权 可是我没有 我在法语中心的台北的国立那个师范大学的法语中心的学生 那其他同学来自日本的韩国的法国的英国的都有记录权 我没有 可是我的梦 我想做的 有时候我好像不输于这个权那个地球的一个人的一样的 我没有任何的一些特别的固定的身份 但是我想做的我要做的是呃就是不觉得是被别人杀 所以这是我的将来的希望 那还是要拜托你们的支持 真的 有了大家的支持 关怀 关心 才会有我的将来的 那我的将来不是为了我 因为我是一个佛多的知识之 我也法律地心 我也会希望就是帮助更多的人 包括西藏 包括台湾 包括中国也我会关心啊 只是我不是 中国不是敌人 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确实很坏 很厉害也很骄傲 希望他们的态度会有一个转换 有一个和平的 有一个好的逻辑 就是良性的就是 就是对他人好对自己也自然好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是我们的共同的希望 那接下来就是交给您了 那接下来就是交给您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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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